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我是看仔 今天去街市买了一只冰鲜鸭 这些冰鲜鸭一只有几斤重 很大一只 几十元就有一只 那这些冰鲜鸭呢 它湯的日期 都是这两天湯 运过来香港都很新鲜 那今天就 用一些醬油 那些姜 和一些豆豉啊, 蘭鱼啊 炆这个鸭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材料就有些 蘭鱼 和一些姜 蒜,冰糖 那些红葱头 和一些豆豉 等下就放些蚝油 和豉油去炆它 那这只鸭呢, 都很大一只 那些头啊, 颈啊 和一些屁股位 都不要了, 炆了它 好, 那就洗干净 那只鸭, 就将这些 砍件, 砍了一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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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肥的那些呢, 就不要要它了 因为这只鸭 因为这只鸭都很大一只鸭的 那肥的那些, 切走它 切走那些肥油 好 好, 那现在就砍了一只鸭 先 一只鸭 那它就更好 更好 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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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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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兩邊都煎香 煎一煎 放入豆豉 放一煎蘭魚 放一點醬汁 放一點蠔油 放一點紹興酒 放一點醬汁 放一點水 炆 水就要蓋住鴨 蓋住鴨 蓋住鴨 炆大約七八個字 四十分鐘左右 放一點冰糖 放下去 冰糖 再炆它 放進去 放一點醋 放一點老抽 放進去 蓋蓋 炆到中途,逐中反一反,转一转 炆了大约40分钟,应该差不多了 见它的骨都开始有点脱脱的,应该就软了 再开大火,烧一烧水 好,这个烂鱼醬油炆好了 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给个赞我,支持我,订阅我的频道 好,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